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今天简单说一下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让乌克兰的华人 贴五星红旗保命这个事吧 说实话 我刚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觉得挺奇怪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些 想割爱国韭菜的人 他炒作这个事情 后来发现他真是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的 今天我看他们又发了一个通告 就是说让在乌克兰的中国人 不要轻易的表露身份 招仇恨 基本上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怎么说呢 我感觉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很简单 就是应该是之前有人想 借这种事情搞内宣 然后对上面邀功 结果很失败 首先我觉得 做这个决定的人 这种智慧 他其实不配在中国驻外使馆工作 当然乌克兰 大使馆对中国来说 不是什么重要的机构 但是这种能力的人 我觉得还是尽快清理掉比较好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现在在乌克兰 举五星红旗 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举个例子 美国要入侵中国 比如日本韩国 都是美国的盟国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在中国的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 举着日本国旗 韩国国旗 然后让美国大兵不要打他们 这个事情如果真发生在你身边 你想干什么呀 你会不会自己想把这个人打死 所以这么简单的道理 很难懂吗 另外就是说 你说海外遇到战乱了 我们经常说 这个举着这个国旗有没有用 最具有代表性的场景 当然就是那个战狼电影里面 那个无精举着国旗 从那个武装分子中间穿过 然后他们武装分子 就是没有攻击他们 就是这个场景在现实世界中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至少在战狼里面 这个设定它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在非洲 他无论是反派武装也好 还是说不同的派系也好 就是他们自己国内战争 争权夺利 争夺政权 他肯定都是不愿意招惹外国人的 就是尤其是像中国呀 美国这种大国 他是不愿意招惹你的 所以他不攻击你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他赢了战争之后 也要争取中国的支持吗 还要争取中国的承认 所以这个时候你拿个中国国旗 他们也都认得中国国旗 因此不攻击你是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代表说 你什么时候举个国旗都有用 比如说你如果遇到了那种 对那个政权无依无求的那种武装分子 他们就是打架劫撤的 你觉得还有用吗 或者说像之前 在巴基斯坦遇到那种绑架中国人的恐怖分子 这个时候你举个国旗不就是告诉人家来绑架我就对 而且回到乌克兰战争 他其实和非洲的战争又不一样 他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说白了都是文明国家 参战的都是两个国家的正规军 我不敢保证说绝对不会发生什么俄罗斯军人攻击平民的事 但是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而且中国人这种亚洲连孔 我们是亚洲连孔嘛 就本来和乌克兰完全不一样 你没必要为了分别你和乌克兰人去举个中国国旗 所以打仗的时候你说一个中国人 你被俄罗斯军队攻击的概率有多大呢 其实很小很小 就是正常情况下最大的威胁其实是什么呀 是炸弹 导弹这种误伤或者是榴弹 所以有战斗的时候你就好好地待在家里 或者去防空洞里面躲一躲 你没事举个五星攻击出来干嘛呀 为什么说 而且你站在乌克兰人的角度 他肯定很讨厌你这种行为嘛 而且现在他们就是人人人人人吃枪 他说吐吐你 我觉得这很合理呀 所以这个事情明显就是有人为了作秀 给上面邀功 想出这么想出这么多事来 但是就是你办这么蠢的事 我觉得作为政府呀 应该好好考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 不能轻易这么放过他 如果说必要的作秀和宣传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个事太蠢了 我建议外交部详细查一下 到底是谁搞的这个事情 把这种事 把这种人骂 从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给清除出去吧 接下来